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命科學院110協年度畢業生授證及撥碎典禮 典禮開始 院長致辭 恭請生命科學院廉政將院長上臺致辭 好 確定我的手機是沒有壞掉的 要再跟大家講個笑話 好 那首先各位在座的貴賓 那包括我們敬愛的前高副校長 那還有兩位 我們現在目前很可惜有一位副院長在目前隔離 好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林副院長 及各位的師長 還有這個我們的這個李光生這個副執行長 那還有各位的畢業生們還有家長們 大家好 那首先我要先感謝今年的畢業生 那恭喜你們完成人生的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即將展開一個新的冒險 其實我對這個畢業典禮啊 我比較喜歡這個英文名字 因為它是個commencement commencement其實在英文上是一種開工典禮 所以其實今天應該是大家即將邁入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即將開工了 好 那再來我也要趁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典禮是一個感恩的典禮 那我要跟在座的所有的大學部的學生或者是研究所塑班學生 代表我們在座所有的老師跟你們說聲謝謝感恩 也謝謝你們的過去那麼多年替我們做那麼多的研究服務 其實在座所有的老師如果他們研究做得不錯 那得了什麼獎 或者今天在學術上有任何的貢獻 其實最大的功勞都是來自於我們的學生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所有的畢業生們說聲謝謝你們 那謝謝你們這麼多年來 研究生可能是二到三年說班 夥班可能是六年甚至於更久 這麼辛苦的付出成就在座的我們 包括我自己 那再來我要用一句英國小說家 迪根斯的一句話來做一個開場 大家都聽過他曾經說過 This is the worst of times 這是最糟糕的年代 那我在想說在過去這兩年來 全球經歷了這個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 那雖然疫情即將舒緩 大家又注意到了這個俄物戰爭在歐洲爆發了 所以呢我們的民生經濟其實受到蠻大的影響的 可能很多人的工作都變成了無薪假 如果你有在關心世界的一些新聞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在非洲的東部 非洲之角 他們也歷經了四十年的一個乾旱 所以這告訴我們 這個全世界 在這一陣子 真的是 This is the worst of times 不是嗎 但是各位同學 我也要告訴大家 這也是最美好的時代 This is the best of times 怎麼說呢 這句話當然要有一點正向的思維跟正向的思考 第一個 在疫情的影響下 人與人的社交距離變得很遠了 這兩年我常常聽有老師們說 這個尤其是塑班 因為短短兩年 那老師跟學生們都戴著口罩 所以呢很多老師 腦海中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老師 這個辨識臉孔的能力降低了 然後呢 這些老師呢 都永遠搞不清楚哪個是他的學生 那好的事 所以我說正向思維就是好的事 如果你是學生 你對老師有恐懼症 有所謂的phobia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路上 或者在電梯裡面遇到老師 你也不用擔心 老師不會認出你的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正向思考 當然是開玩笑的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這兩年 我們沒辦法實體上課 甚至於戴著口罩 然後呢 在實驗室的開會也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的溝通越來越靠眼神了 所以告訴我們這個 眼睛的接觸 及語言的溝通 比嘴巴還有面部表情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相信這兩三年來 大家都練會了用眼神傳情 用眼神來互相溝通 那當然也是一個玩笑話 不過在這邊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真的很重要 這兩三年你應該感受到了 我們的社交的距離 跟機會越來越少了 很多都是在線上 雖然如此 我是要勉勵大家 要盡量培養溝通的能力 這裡面包括了聽說讀寫的能力 那當然 人跟人的眼神的溝通也非常重要 因為你越來越需要看著對方 才知道對方到底有沒有在聽你 還有肢體的動作也非常重要 第二個 我覺得正向思維的另外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美好的轉機 因為呢 這一陣子的通訊快速的進步 還有這個資訊爆炸 那沒有實體課程 學校不再是學習的最終的場域 大家應該要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那這個在很多場合都聽大家說過 我相信這兩三年來 不管是大學部的學生 還是我們的研究生 很多都是在線上自己學習 自己找資料 那這是讓大家在這兩三年 提早進入了這個自主學習的年代 你越來越不需要老師的實體受課了 也許你只有最後一個環節 一個小細節 需要老師稍微點一下就可以了 再來最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規劃 或者你的一些計畫 也因此延誤了 例如說 你規劃要出國去讀碩士 或讀博士 那外國也告訴你說 這陣子 簽證不容易拿到 我要請勉大家 可以趁這個機會 可以多想想 你在追尋未來你的職業的時候 與理想的時候 你是否要培養足夠的 多項的專才 至少要有第二項專才 當你遇到一個大環境的改變 才可以很快的去順應這個疫情 那例如戰爭爆發 你也可以立刻改變你的職業 例如疫情的時候 如果你在餐飲業 如果你在旅行業 如果你有第二專長 我相信你是可以繼續的 生活下去的 所以呢 我要勉勵大家 一定要培養你的第二專長 或第三專長 最後 我還是要恭喜 我們的畢業生們 未來的世界 等著你去開發 與發揮 所以我就套句莎士比亞的金句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這個世界是你的牡蠣 這不代表說 要請大家吃牡蠣 這代表說 這個世界像牡蠣一樣 你要把這個殼打開 去尋找 這世界 是可以讓你盡情的發揮 去尋找 你是有機會在牡蠣裡面 找到珍珠的 那最後 我要祝福大家 蓬城萬里 謝謝 謝謝院長加麵